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传奇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巫婆的午夜飞行,欧洲的扫着传说 二,幽谷幻影,喜马拉雅的神秘游者 三,酒神的秘密葡萄园,希腊的酿酒奇迹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巫婆的午夜飞行,欧洲的扫着传说 各位亲爱的学子们,今天我们要来探探一个让人既着迷又有点毛骨悚然的话题,巫婆的午夜飞行 是的,你莫听错,我们要谈的是那些据说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骑着扫着在星空中翱翔的女士们 这个传说不仅是欧洲文化中的一个经典元素,也是万圣节中半派对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首先,让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个传说的起源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巫术和魔法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当时的人们相信,有些女性拥有与恶魔交易的能力,从而获得超自然的力量 这些女性被称为巫婆,而她们的标志性交通工具,扫帚,则成为了她们夜间飞行的象征 但为什么是扫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你想的还要有趣 扫帚作为家庭日常用品,在当时的社会中随处可见 而且它与女性的家务劳动密切相关 因此,扫帚作为巫婆的飞行工具,可能是对女性角色的一种讽刺 或者是对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一种向止性表达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些飞行的故事往往与巫婆萨巴特,Sabbath,有关 这是一众句说巫婆们会在夜晚聚集,与恶魔共舞,施展魔法的神秘聚会 这种聚会通常被描绘成在遥远的山巅或者森林中进行 因此,巫婆们需要一种快速的交通方式来赶往会场 而扫帚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巫婆们真的存在 那么她们的飞行肯定会是空中交通管制的一大挑战 想象一下,一位空中交通管制员正在对飞机进行指挥 突然发现雷达上出现了一群不明飞行物 一群骑驻扫帚的巫婆正在穿越航道 那将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夜晚啊 当然,这些都是传说和想象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巫婆的形象已经从恐怖地向直转变魏万圣洁派对的热门角色 而扫帚则则成为了装饰品和玩具 不过,这些故事仍然是我们文化中一个迷人的部分 它们提醒我们,人类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而且,有时候,一把普通的扫帚也可以是一个神奇的飞行工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幽谷幻影,喜马拉雅的神秘游者 各位亲爱的学者,探险家,以及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让人既兴奋又头疼的话题 幽谷幻影,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喜马拉雅山脉中的神秘游者 雪人,Yeti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的小常识 喜马拉雅山脉 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山脉 不仅是珠穆朗玛峰,Mount Everest的家 也是无数神话和传说的发源地 在这些传说中 雪人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 它被描述为一个巨大的,类人的生物 拥有厚厚的毛皮 逍遥地在冰雪覆盖的山谷中游荡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雪人真的存在 它可能是喜马拉雅山脉最神秘的居民 也是当地最糟糕的隐形冠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无论多少勇敢的探险家 科学家和好奇的游客 试图捕捉他的踪影 雪人总是能构神不知鬼不觉地 避开所有的镜头和陷阱 这个家伙 可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个角落里 开住一家如何成为隐形高手的培训班呢 当然 对于雪人的存在 科学界有著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雪人的目击报告 可能只是对其他已知动物的误人 比如熊或者大型猿类 另一些人则认为 雪人可能是一种尚未被科学发现的物种 或者是古代人类的一个未知分支 当然 还有一些人认为雪人纯粹是一种文化创造 一个深知于当地传统和民间故事中的神秘生物 不过 不管雪人是否真的存在 它都已经成为了喜马拉雅地区文化的一部分 激发了无数人的想象力和探险热情 每当有人声称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个隐蔽角落 发现了雪人的足迹或是毛发 这个神秘的幽谷幻影就会再次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 引发一阵新的讨论和猜测 总之 雪人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科学如何进步 人类对未知的渴望和想象力 永远是我们探索世界的强大动力 而喜马拉雅的神秘游者 无疑是这份渴望的完美象征 所以 下次当你抬头望向那些微恶的山峰时 不妨幻想一下 也许在某个你看不见的山谷中 雪人正躲在那里 对着好奇的人类偷偷地窃笑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酒神的秘密葡萄园 希腊的酿酒奇迹 各位葡萄酒爱好者 历史迷和神话探险者 今天我们要来揭开一个古老的秘密 那就是酒神迪勒尼索斯的秘密葡萄园 这个葡萄园不仅是希腊酿酒的奇迹 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之地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迪勒尼索斯 他不仅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也是派对 狂欢和戏剧的守护神 这为神奇的生活方式 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 也 放 纵 他的秘密葡萄园据说 葬在奥林匹斯山脉的某个隐蔽角落 那里的葡萄树经过神奇的祝福 结出的葡萄能量造出令人妄忧的美酒 这个秘密葡萄园的故事充满了神话色彩 据说 迪勒尼索斯曾经指导人类 如何栽培葡萄冰酿葡萄酒 这是他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但他的秘密 葡萄园的位置 从未被凡人所知 只有最忠诚的追随者 和几位幸运的英雄 才有机会一窥究竟 希腊的酿酒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代 那时候的葡萄酒 不仅是日常饮品 也是宗教仪式 和社交活动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希腊人相信 葡萄酒有着神圣的力量 能够连接人类与神明 因此 迪勒尼索斯的秘密葡萄园 不仅是酿酒的源头 也是神圣与世俗交织的场所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这个秘密葡萄园的酿酒奇迹 希腊的葡萄酒 以其多样性和独特的风味 而闻名于世 从清爽的白葡萄酒 到浓郁的红葡萄酒 每一款都有其独特的故事 和风土条件 而这些葡萄酒的灵魂 据说都来自于 迪勒尼索斯的秘密葡萄园 那里的葡萄 拥有神奇的品质 能够在希腊的炎热夏日 和凉爽的冬夜中 茁壮成长 当然 这些都是传说 但不可否认的是 希腊的酿酒工 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成熟 从古代的陶罐 发酵到现代的不锈钢发酵罐 希腊人对酿酒的热情 和创新从未停止 而这一切 或许都要感谢那位 爱好狂欢的酒神 迪勒尼索斯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一杯 来自希腊的葡萄酒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可能就是来自 迪勒尼索斯秘密葡萄园的 神秘酿造 当然 如果你在品酒的时候 突然有了跳起 希腊舞蹈的冲动 那也不要惊讶 毕竟 你可能 刚刚喝下了一小杯 酒神的欢乐精神呢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探索了三个 关于欧洲文化的迷人传说 巫婆的午夜飞行 喜马拉雅的幽谷幻影 和希腊的酒神秘密葡萄园 这些故事 不仅令人着迷 而且也反映了 人类想象力的无限 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巫婆的扫帚 雪人的隐形技巧 迪欧尼索斯的神秘葡萄园 这些都是我们文化中的宝藏 让我们能够从中 汲取无穷的乐趣和启发 当然 这些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 因为它们已经超越了 现实的界限 成为了人类想象力的结晶 它们提醒我们 无论科学如何进步 我们的世界 仍然充满了未知和神秘 而这些传说 则是我们探索这个世界的无穷源泉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传说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相信 巫婆真的会飞行 你是否相信 雪人真的存在 你是否相信 希腊的葡萄园 有些神奇的力量 请在留言区 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和观点 我们期待 听到你的声音 最后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保持好奇心 继续探索世界的奥秘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